我们谈谈电动车相关的ETF是245 这个朋友168元有货 他说怎样算好? 因为他的持仓最大的两只 一只就是禁风,一只就是宁德时代 宁德昨天在A股就跌了6% 这个朋友168元有货 他说应不应该输少少算了他? 我觉得要反弹 其实那个机率也是大 因为其实你也有说到 他的第一二大成分就是减风铃业和凌王 因为内地要离得四代叫凌王 凌王再加上比亚迪 是凌王,是皇帝的王 他叫凌王 是真的真的 有时我们都知道内地人对这些股票 作的那些花名是什么 很有趣的,真的有机会可以再说 所以我们就说他是有持禁风 有凌王 然后再加上比亚迪 但是我都要提醒 首先说个结论就是要反弹上去 这位朋友仔的价位 其实是不难的 因为近期特别 其实凌王和凌王 我觉得是有一点超慢的 只要环球的股市气氛稍微好一点 或者电动车的数据好一点 其实他要有个本能的rebound 我觉得一点都不难的 再加上有还给亚迪的帮助 所以他要达到这个价位不难 我都会想说就是说在中场市的角度 大家要有个科目的询色 你投资这个中国电车的ETF 其实你投资的三个股份之外 其实你会投了一大堆 一些汽车零件类的股份 这些汽车零件或者配色类的股份 全部是A股上市的 没有一只是在香港上市的 那变成就是说如果你是投了一只产品 你盘着就是说价值投资应该对自己负责 亦都是对于里面的成分股 起码头十大成分股有一定的了解的话 坦诚然你理解比亚迪、监风和凌亡 其实不够的 你应该要理解第四到第十大的 那些叫做汽车零件类的相关股份 那你再有个大的所谓的研究 然后再决定如何投资这个中国电动ETF 可能会重要一点或者好一点